18區全接觸的時間 我是陳榮泰 今天來到康兒花園訪問我們東區同事 大家很奇怪 上一集是東區 今集是東區 因為其實我個人覺得 我們不知道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可以去做多久 或者有沒有同事選擇要宣誓或者不宣誓 所以我希望在這幾集中東區區議會同事 可以回顧一下回味一下 我們其實在這年紀中 在東區區議會中 我們為市民做了些甚麼 我們現在去訪問魏志豪 好了 早晨 魏志豪來到你的辦公室 麻雀雖小 因為都是一個施樓區 這個地板是否一早已有存在 你是接手還是怎樣 地板是自有永有的 其實喜好屋苑是在的 本身是要來做派出所或者更頂的居我所知 不過結果就沒有發生 一直都是要來做區議辦事處 不論你是甚麼派 一直都是在這裏 說回2007年前是建制派的 直到2007年開始 就是公民黨一直到現在 即是如果說2007年之後 你今年是接手公民黨來做這個區議 為什麼上一手不做 都是公民黨的人 退休 又不是退休 很年輕 年輕過我 年輕過你 如果東區來說應該只有我一個 因為我通常第一個反應就是 是否退休 年紀大了 但你告訴我 亦會帶出一個從政者的心態 為何區區又不是想 最想去抽身出來 為何 其實也有點不幸 健康出了一些問題 發覺要爭取年齡 身體方面會有些困難 明白 那你就接手 我自己去看 接手通常都很少會出事 當然我現在打敗的就是他想接手 結果時勢打敗 你就是因為民主派這樣接手 通常都很少會出事 自己過選舉過程會不會覺得舒服 其實不會的 因為雖然看數據可能接手很少會出事 但始終接手不是爭取連任 是一個別人不認識的人 尤其是我們那時候 是很遲才找我去做 因為我還記得那年年初 我已經知道建制派會推出誰 我還跟他說 是時候要準備選舉工程 還打算幫他思考 我沒有什麼 又不是黨員 義工我也不敢說 通知一個支持他們的街坊 你身下就在旁邊住 你真是當區居民 是啊 當時住了十年 所以現在住了十二年 我還記得跟他說 是時候要想想怎麼選 過了不久有人走過來 我說Derek 其實他今屆不選 不如你出來吧 第二個人告訴你 你這些黨友都挺是 其實我自己也這麼說 我公開本來 我想出來做地區的時候 想學習的 我也有 因為傳消息太多 正正給你看建制派的伎倆 他放了很多在柴灣裡面 或者在政壇 放了很多消息 說李sir退休 李sir不做 我當時有想過 我有想過 因為我就是公民黨 我找一個學校 說不如我去公民黨 去做李sir這個位置 想試一下 當然後來發覺這個消息 其實是放假風 放假風 那些人想去挑戰李sir的時候 就說他不行的 他老了 他不做的 就讓居民以為 動搖一下他 結果李sir都很高票地贏了選舉 而我自己也去第二區 基本上就是 郭潛雲 你就是接手了 初期接手的時候 不是說贏了 你有沒有想過用甚麼方法去抗敵 其實答應接手 是2019年2月的事 當時《逃犯條例》是在說 未爆到612那時那麼大 所以那個不是一個主題 亦都很肯定地聽到你說的 就是你不是因為白區行動 亦都不是那個送中條例 因為當時發生的未有趕快 我們提回當時的歷史 千萬不要拿這些來引經究點 我們說些甚麼 只不過說歷史 就是當時還沒有發生任何社會問題 社會事件 你出來 剛剛開始說的 在地區裏面 但你也是接一個區務形式去做 當時有沒有任何的想法 覺得社區 因為很奇怪的 如果我去打建制派 因為我的對手有建制派 我一定有很多想法去改變 改變社區 如何做好社區 用文件來講 如何隔身 所謂隔身 隔身社區 我毫不留守地直戚 我的對手的旗飛 但你那個是同路人同黨 你又不可以這樣做 你如何去維持 而令你贏得到呢 變成那條路就不通了 以你那種方法去砌 不通的 如果看回我們這邊 每一屆都是新聞狀商 每一屆都是 但只是換了人 所以基本上是用同一個思路 如何去頂住它 讓它不要上來 唯有你歷屆 基本上都在做事 做到有些事情被人看得到 但我二月才答應 一年時間都沒有 11月選了 唯有那段時間 默默出來默默做 做到多些事情被人看 reach到多些人 就是先把基本盤 然後沒有的 我覺得 以前沒有想過自己要出來選 好了 決定是走出來選 你會知道 你不同商業的 你可能賺多一點賺少一點 你投票的 要麼就贏了席位 要麼就輸了席位 沒有了半個 沒有 所以你只能夠拆盡 希望自己不要輸別人的一票 你不知道最終是贏第一票 還是輸別人的一票 還是大贏 還是大敗 你唯有每一吋都盡做 有什麼都可以做 搞活動 或者有些議題 每一樣想到的都去做出來 都是爭取exposure和認同 是這樣 躲下頭做做做做做 都好的 因為呢 為什麼又會這樣說呢 我用羨慕來看 當然我會想著 李sir退休我做 當然不是選之前的幾個月想這些東西 年幾兩年前 有人有人這樣放風出來 一整年前的時候 因為我是山竹出來做事的 在山竹之前我已經有這個想法了 我也是有些好像想如果我接受那個區議員的 他已經有些根基在那裏 也有個地盤在那裏 我不用這麼辛苦去選擇 所以我想李sir的那一位 而你這個呢 也都是會好些的 就是起碼就是說 其實我們引伸 我們一會去黃店的時候 我都會研究 我們譬如要不要宣誓了 面對的想法 或者現在政府下了一些框架 一些有人叫金剛圈的東西給我們 我們怎樣去看這件事呢 我們會說 而我自己的覺得 就是說你是去頂住 一些建制派進來 而我也都會覺得 就是說今天 因為18區全接觸是希望 戶面03年事件不會發生 一直做的時候 現在做了幾十集 都是希望03年事件 大家很努力去做區議員的區務 不會發生03年的事件 但是現在就算你多努力 裡面都可能會面對另一些 不是努力就可以 所以不僅是這樣的因素 因為太多 兩個世界 兩個世界 已經再不是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是被動 但我也相信 就是說用一個規矩 我不研究是否叫無規無矩 有些事情還是那條 那個法律 雖然自己有官司在身 都是面對的 就是法律觀點上去看 我自己會看 還有我們的初心是甚麼 這是因為我們認識的時候再說 但是尋愛智豪 其實每一區我都會訪問 亦都珍惜每一次 跟東區的同事去做訪問 因為上一次先做完周卓奇 這次找你 就是我想珍惜每一次 還有機會做的時候 跟東區的同事 我們叫戰友一起去匯尾一下 我們東區這年多來的成績 因為在每一個裏面 用了我們的專長 譬如你 令到我們所有文件 可以很IT化 很方便 二簽一些 還有在整個東區裏面 其實我早訪問了裘志立 裘志立 應該裘志立 不是裘志立 裘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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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聊天 或者有時回味 就是說 我們東區 我不是有別於其他 或者一些很無奈 或者他們一開始已經是很抗爭的想法 就像昨天的黃大仙區 因為一個banner 或者一張東西 到底他的DO 是否變成DOJ 就是在網上不看 他決定要起床走 但我們回顧我們東區 我們也是用一些表達我們的意見 我們都會試過有一些標誼擺桌面 我都沒試過政府官員 我大膽地這樣說 我都沒試過有人會起床 因為這樣而走 或者因為這樣而覺得我們影響了會 就是我不希望有一天我們東區 我們做得多久 就是因為我戴黃色口罩 然後有什麼的你就叫我不行 你走 這件事我不會發生 但在東區裏面 你自己會不會回味 同事覺得區議會現在沒有用 所以在某些撥錢的用途裏面 我們是否改變到東區 由你去說一下到底 一年裏面到底是怎樣 OK 過了一年 我自己其實可能 如果說回我自己 我沒有反應我看地區 我看自己的選區會比較多 因為中產區有中產區自己獨特的問題 那裡我會比較花心思想怎樣去改善 那整個東區 當然你整班戰友都要去看 但例如文化那些東西 我真的懂得天 我字文也是懂得天 但都看到東區做了很多文化的事 但是我沒有想像過以前歷屆 是有可能做到這些事情的 就是來來去去都有一些 以前可能聽到文藝晚會 總之是那種味道 但現在不會是這樣 可能是有些藝術味再重一些 或者是那些可以接觸到多些人的 可能外面那些 就算是燈色那樣 可能都是會再想過的 不是每年都是用去年那塊塗上去 你擺出來 就是燈色其實是不會有人看到的 事而不見的 你一定是有些改變 你才會令人有些耳目一新的感覺 你連擺出來 根本我都事而不見 何況其他人 這就是我看到的小小改變 就算只有那一年下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三年玩 但是每次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其實是會有人看到的 因為昨天大家坐在那裡聊天 我們都不要用滿意 我們都覺得自己做出來的事 並不是某些官員說 我們是亂批錢亂做的 因為出來的歷史見證 譬如我們說 我自己覺得 有人覺得 這次雖然我們的電車 可能是字眼改造 大家可能未必是你的想法 但是以前建制派的時候 他們不會想 在電車上和大家拜練 因為不需要想 做回前年的事就夠了 還有有一件事 我們以前都說 那個燈飾裏面都幾好笑 可能都是同一間標書進來 那些燈飾可能是上一年 可能我要說 我要戴頭盔 可能是上一年正在用的 再放下去 那個恭喜發財 都是財神的那個公仔 但是它開數是新的 即是它入標的那張單是新的 這個就是我們見到以前 他們的持份者的做法 因為如果它要想一些新的 它就要有新的投資去做 或者一個燈飾變成不是 現在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因為 其實我們選擇電車 可能我自己想到一個語言 就是起碼都幫到一些交通工具 它有一些收入 因為現在其實香港的情況 大家都好像巴士公司上都哭了 經營困難 大家都經營困難 電車是香港的特色 百多年歷史 也都是港島區的特色 我自己 無論出來的成果 可能是有些強差人意 我覺得OK 而這個文化裡面 我最近有機會看到 我最近有個機構給我看 一個初版 我們批了去做 我看到那本介紹東區古籍的書 不知道是東區足籍的書 不知道是東區足籍的書 我打開看得到 真是漂亮到 真是你要我用錢買 我都會 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印到多少本 多少出來給市民 那本是值得珍藏 因為裏面是看到有畫家 畫好我們東區的 譬如這個黃都戲院的建築物 然後旁邊很詳細的文字介紹 所有的東西 甚至無異 都講得一些文語一點的 愛情故事講東區的歷史 所有的東西 我覺得慢慢 因為這些節目已經開始出來了 其實唯一遺憾的 只不過就是 因為疫情 我們未必是真真正的現場 但在網上看到 整件事令到我 我都會問心 有些同事是自己做了 都會不覺得自己做了 或者因為某些同事做 我們只是負責批了錢 因為這件事未出來 有時會覺得很無力 區議會只是一個諮詢 或者有些政協都會覺得 區議會只是一個諮詢架構 所以特首不需要他們去選 他忘記了我們是民意的代表 這個不研究跳那麼遠 但給我看 我今天找你 就是想問你的專長 是我不認識的 第一你令到我們可以 或者是簽文件都方便了 用了IT的方法 你覺得 譬如這樣說 先說一個安心出行 其實裏面 基本上是一個安全系統 其實都這樣說 有些事我都要公開說 只不過是大家的理念 覺得我們不想或者去做 其實中間有沒有任何一些 你覺得會有機會 我們用科學的角度 是專業的角度去說 有沒有任何監控的機會 因為本身 大家都看見 本身已經是報告 我的行蹤已經是一個監控 但在平時的情況下 有沒有一個監控的問題 我想技術上來說 不要用理念去說 不要做一個前設 其實我昨天跟警方 我真的挺好笑 我們或者有一個前設 或者他有一個前設 因為我作為一個市民 我也想告訴你 亦都給各位警察知道 就是不要第一 開波就是前設 是我親身感受 因為我要去警局報道 我們最早的時候 東區區議員進去的時候 都要安心馬 其實我去到警局的時候 我在門口看到安心馬 因為其實我用了公務電話 其實你問我我有沒有擔心 其實區議員有兩個電話 一個自己一個公務 我用了公務電話安了 我不怕說我安了安心馬 因為我要履行議員的職務的時候 我進去的時候我要做 我進去報道 因為我去報道 我去報道 入到柴灣警署 門口我都做了 我報道簽完名之後 從來未試過 因為我從官非報道之後 我從來沒有簽名的身份證號碼 我便離開了 那報道已經簽了 你知道我來到 其實已經有紀錄了 他突然間就 問我電話號碼 我覺得奇怪 為何這麼久都沒有問過 他問 安心出人 你也沒有用 電話號碼 你會不會用 警察第一個反應給我聽 我又不想跟他爭辯 不想吃 我又沒有 因為其實我自己 你一問我電話 你為何問我拿電話 不是我寫完給你才 既然你都寫了 我無謂去做一些裸彩 在這個時勢之下 我便會覺得有些事情 他們都前設了 我會做或者我不做 或者穿黑衣就是罪 麻煩你們想清楚 還要舉報 因為我 李梓敬要舉報的 我告訴你 李梓敬 我問見你的同事 港島唯一 兩天都是全黑衣 我也沒有留意到 可能我坐得遠 你不用看紀錄 我講得出來 你不要自己套進去 現在我都想告訴你 我自己會覺得 有些人是故意去撩起這些 這些就是他的籌碼 他們的籌碼 我們中了計 我們根本不應該提到這件事 我不是提到 我要提到 給我們有戴頭盔講的 我們衛大祖國講的 有些人 他講的東西 明必是事實來的 顏色不是代表 你真是看或者怎樣 有些人是沒有為意到 為了計算不計算下去 我提了文件聯的同事 他下次會否聰明 或者在他眼中 覺得顏色不代表甚麼 他家裏一樣會教小朋友 這就是黃色Yellow 他不會像我某些同事這樣說 另一個同事 黃色的Local 令人聯想錯誤 你這樣不對 我們的五星紅旗 那五顆星是黃色的 是的 那你真的 是不是要因為你這樣說 而改紫色 這件事是我拗爆頭的 為何有些人不停去 是他去挑一些問題 挑一些仇恨 挑一些想法出來 挑起矛盾 挑起一個矛盾 而是他的籌碼 可能是他的籌碼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想應該無視這些人最好 其實我無視他 我會覺得他當小丑看 你另一個公開的 不是Facebook 有些人要刻意標顏色出來 好像陸仲雄公開已經說 偷別人的肚子 然後把人的衣服 如果把人的衣服 調成藍色 你就會說我是鬼 就多餘 我的口罩都接近藍色 你很容易調整 你也在戴藍色口罩 不要用這一套去以為 去分化 你現在不是分化民主派 你分化全香港人 不用做笑話 是一個完全笑話的笑話 你問我 小丑永遠都是做丑事 沒有辦法 我回來了 你覺得安心出行這件事 你怎樣看這件事 其實很明顯看到一推出來 輿論很多人都說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 最基本就是原於政府 給不到人的信心 如果技術來看 其實外國 我講名字 生果和Google 兩家合作 兩家本來是死地頭來的 兩家合作 做了一套技術出來 可以讓人看 讓人知道 可以追蹤到 有辦法監控到病毒的流向 但是監控不到人在哪裏 它是證明到 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而大家擔心的是看不到的 有一套技術在這裏 全世界可以用 為何不用 為何要自己做一套東西出來 然後又不可以 收拾埋埋 又不可以證明到 這些東西真的不會這樣監控 沒有陽光之下 你說open source 又不敢給人家看 所以open source 你連那些program 都拿出來給人看 別人可以看到裡面有沒有景色 不敢拿出來 你不敢拿出來 你就證明到自己的清白 其實很重要 我們希望跟政府一起合作 我幫你強推 我又要提 很多人是前置的 昨天因為有些地區事情 我不可以不跟警方一起去做 因為我不是執法者 我問到的時候 他很好笑的 希望帶回一個訊息出來 本來我有些單張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幫到手 我看的就是騙案 騙案 比如祈福黨 電話騙案 其實我作為區議員 尤其是我們屋邨 不是得罪也沒有歧視 是年紀大 多 學識 不知為何 真的有做過 survey 學識比較低 我很多時候都見到有婆婆 有兩個年輕女人 我要埋去說 婆婆你認不認識她 因為我自己小西灣村 試過有婆婆 一個婆婆坐在公園 坐在屋邨的公園 被人騙了三十多萬 你兒子有東西跟著她 你看看怎樣怎樣 真的騙了她三十多萬 這是事實來的 結果我走過去問 原來她是街坊 但如果我今天有一批警察的防騙單張 我埋到沒有那麼尷尬 其實你認識她 我給了一張單張的婆婆 然後我還給了這個人 小心騙案 給他們提示 給他們一些道具 我說其實你給我一些道具 如果你要我宣傳忠誠毅 或者宣傳你警察招募 對不起我做不到 我不怕在鏡頭說 警方自己要抬頭 警方要別人尊重你 你做回自己的事 我真的這樣跟我欠人說 這個我幫不到你的 因為我討厭在會上 跟警方說 可能因為有鏡頭底下 或者他要蹲個威的狀態 或者我要堅持回我的想法 其實我不是在這刻戴頭盔 我在議會以外 我們可以跟他慢慢談過問題 或者我問你一些難堪的問題 起碼你只能對著我回答 這樣的情況 其實如果嚴格來說 安心出行 基本上這裏只不過是公用 到現在我沒看到實際公用 還有一間中了很多人 然後沒有人會收到通知 整件事連最後的意義都沒有了 一件事又沒有意義 又令到別人起疑 那為何要強推呢 我看到的就是現在 因為我們知道 的確還有很多人 可能有些長者 或者有些人 他真的沒有智能手機 可能用燈封 我很喜歡叫燈封 或者有人叫feature封 總之就是硬製的1-0 只是打電話 那些真的裝不到 或者可能有人用Windows Phone也裝不到 因為沒有Windows Phone版 就是因為有這些人在 政府才沒有辦法迫到所有人用 但是我會覺得 看這個趨勢 政府是想做這件事 只不過因為現實 是有一班人真的用不到 他們才說可以寫字 始終可能大陸做到 或者香港還未做到 就是香港還未普及到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智能電話